好,现在是第二天早上了 我们放弃了睡懒觉的时间 准备来石门岭森林公园 就是稍微逛一逛 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洗洗肺 那么我们问了村民 这边这个石门岭的排放这里呢 边上有一个楼梯 我们沿着这个楼梯往上走 就可以到公园里面了 其实如果是那个宝爸宝妈的话 有小朋友也可以带他们来这边玩一玩 因为平时在那个城里面 小朋友离这个大自然的距离 就是接触的机会很少的 那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来玩一玩 看看这些植物啊什么的 应该是蛮好的 哇,这个上面是一个一个桥 你刚才问村民说爬下多少时间 大概,那个大叔告诉我们大概要半个小时左右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当一个陈面 哦,半小时那还好 对啊,半小时还好 然后小朋友也可以坚持 那我怎么一分钟就喘呢 因为你的身体没有继续热下火的 我也惨了 就突然疲劳 不过他这个台阶坐的还蛮缓的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到了一个小山铺的顶上了 因为等会就往下了 然后现在这里是蓬莱亭 这个石门岭公园是免费的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玩的地方 然后又可以免费来逛一逛 真的还蛮不错的 但是我们两个现在都很喘 休息一下吧 休息一下 我还可以了 太阴产了不行了 我摄像头还是拿着很稳的 我摄像头还是拿着很稳的 你这样吃得上了 哎呀妈,这个台阶真好 我让我找到这个地方 因为几次好一脚 看它这个山真的很陡 哦 跟西湖有点 这里有个小小的房子 哇,这有 那我们是不是往这里下去吗 你先上去看一下 你先上去看一下 我待会就说是变面栽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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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摄那个信号塔 信号塔 是的 是的 电信的吗 是的 你看那片没路了吧 哇,看葱葱 这个很圆 很圆 很圆 现在就是 这个很不稳 哇,这条路真的很小 对啊 小路 真的就是像以前那种 是不是山上那种小路 然后那只拼了一下这个 这个石板 是的 这个 来遛我还是要小心 是的 基本上 两个人走就很困难 嗯 大一点的小朋友可以 看一下下面 哇 盘山公路 我们要继续走了 这个地方来走 真的是要小心哦 下山路我就冷不住 要快 好 我会小心一点 这里真的冷 好远啊 看这个灯 就是 哦 这样子 丢在坡地上 这是个水库吧 哦 对好像是有小水库 刚才我们开过路上开过的那个水库吧 嗯 好像这个水库可以钓鱼的 是的 绝 这个还挺好看的 哇我们前面看到钓桥的耶 赶紧上去玩一下 这钓桥有保证吗 你上去估计就没有保证了 这里可以下去 是不是可以到水库 诶 这里还有条路 诶 这里还有条路 然后这边还有一条上山 但是它写了游客止步 这可能就是以前的老路了 我觉得 那下山请走钓桥 对 哇我们要下山了哦 好快哦 哇这个钓桥很恐怖耶 我上去试试看 你不要上来 为什么 因为我怕我有生命危险 我不要 我要上来 哇 好痛快 好痛快 没事下面没水 有啊 有啊 猪猪猪猪 来啊 互相伤害 不要了 不要了 好痛快 好痛快 哇 那有 我还有是鱼 是鱼啊 不是鱼啊 下面好大一条鱼啊 我看到那边 那个不是 他这里开闸放水的时候 应该会比较多 嗯 那岂不是开闸的时候 这边放一张网 然后鱼全部都网住 对啊 好 好方便 好这个景点 我们早上来啊 就我们两个人 我觉得我跳跳走得晕 你看到没 它有现行人数耶 像你这个蹲位估计 现行五人 对啊 那要占两个人 最多占两个人 最多占两个人 所以吧 神门岭 森林公园 水库大坝 静止烧烤 哇下面还有条小路 我们要下去 这是巡视点 我们要去巡视一下吗 走 走 走 我刚刚掉潮 走了 我真的潮着面子 我被你放进去 呵呵 这才是我们 频道的新玩法 就把大家放进去 对 哇这里真的很漂亮耶 就是那种很野的 然后就没有开发过的那种 自然美 哇这里好多小泡 谢谢大家 부분 在那样子 我期待 旅行 我其实不会的 有一点 阿醇 他们整理解